資深配音員兼演員美姐謝月美 在3月25日因病離世,中年74歲 4月16日,她的家人為她舉行徹令 下午4時多,美姐的家人已遞達靈堂打點 現場有製作美姐的電子紀念冊 讓一眾親友共同懷冕美姐的一生 美姐在配音界和演藝圈留下不少經典作品 多年來,她不斷將自己的經驗和後輩分享 因此,圈中不少藝人都非常敬重美姐 紛紛送上花圈自愛 像王祖南和李雅南夫婦 陳子聰和何超義夫婦 張繼聰和謝安琪夫婦 以及殷詠培等 而不少和美姐合作過的藝人 亦有在紀念冊上寫下對美姐的不捨之情 其中祖南提到 原本打算是之前的配音節目 《好聲好戲》中頒獎向美姐致敬 可惜當時美姐因為身體原因已經未能成事 這一天前來致敬的藝人 包括有李思琦、張繼聰、張錦晴、安德尊、趙熙樂 以及陳安盈等 阿聰表示好感激美姐當年的提睿 大讚她是一個和愛可親的前輩 美姐其實是一個對於我們來說 好像是一個媽媽 我和祖南在演藝學院畢業的時候 差不多20年前 那時候我們很多不出業之後 可能事業上還未好好發展 美姐其實當時給了很多機會我們 我經常跟祖南都說 美姐是令我們可以度過了很多 年輕的時候追夢 你都要有工作 到了我拍劇 到近這十年 開始有不同的作品出來 每一次她都會 有時和我喝茶 她看完都會很開心 好像家人那樣 美姐臨走前 有打給我 我們都談了一個電話 當時我還以為美姐的病 已經有好轉 當然知道她離開了消息 當然是很難過 但是我想很感謝美姐的家人 在美姐差不多最後的時光 問我有沒有一些說話 想和美姐說 我也有把我心底 對美姐的愛 和感恩 我都有和美姐表達 而安德專接受傳媒訪問時 亦難掩愛傷 我想 我哭了近這十幾年 還沒有大劑 知不知道有病嗎 知不知道 但疫情也不敢見 不知道有甚麼事 剛剛不理 人家有病 還哪敢經常問人家 對不對 她說休養好 就會見面 那就休養吧 等下等下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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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那麼快 我經常說幾次後開電影 就這樣 因為美姐經常說 盧敦叔 太過影視劇情不給她 她只不過下來呢 對 常常說 第二點 還沒說到第二天 多謝 辛苦你了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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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